蜂蜢,即是蜂蜢 牠們拿到食物時 一定要先洗蜜 為何會洗蜜 你會見過蜂蜢嗎 可能我不認得 是否有點像牠的,黑色的 那些不是樹蠟嗎 紅貓? 紅貓 A為何要洗蜜蜢 因為跟牠父母不斷學習 牠看到牠父母就這樣 清潔食物 了解食物 軟化食物 那時候我看過一些紀錄片 又來了 牠倆不說,沒有說天台 我們怎敢出聲 這一節 這個節奏 超級大問答 好,我們就直播了 現在可以上我們口水的Facebook Fan Page 看我們直播的超級大問答 或者上我的Instagram DoDo Channel 可以看到 上次…我今天借個球給你坐,你不要坐得爛了 我告訴你 你不要這樣彈到穿了 你不要這樣 你先問,上次你輸 聽著,乖,上次我輸 是猜輸,不是分數輸 也是輸 我重申 碗熊的Raccoon 牠們拿到食物的時候 都一定要洗一下東西 為何會洗 你會看過碗熊 Raccoon 可能我不認得 但我知道 是否有點像牠的 黑色的 這不是樹蜜 有一點 熊貓嗎 熊貓嗎 接著 A是為何要洗食物 因為跟牠父母不斷學習 牠看到爸爸媽媽這樣 牠就是這樣 清潔食物 了解食物 軟化食物 那時候我看過一些紀錄片 又來了 C 他們兩個不說 沒有說現代 事者結 我們怎敢出聲 這段話 那你碗熊 我看過那段影片 你不要彈 很煩 很煩 不如這樣吧 如果你喜歡玩 待會拿下樓 還暈倒 看到聽眾很暈 那牠就 玩碗熊 那怎樣 拿一些以前遊樂場的棉花糖 一卷一卷的給牠 牠吃之前 牠浸 一浸完就 沒有錯 結果牠滴到牠去哪裡 都暈倒 很好看 但是 你解答不到這裡 對 但我想起我看那段影片 對 你學會很冤薄 再說一次 跟父母學習 或者跟同類學習 清潔食物 了解食物 還有軟化食物 軟化食物 父母的DNA入面是這樣 是不是 未必有什麼原因 你理一下牠 DNA要這樣 你理一下牠 商量一下 對 我現在發表 對 兩個人反應 來過… 1、2、3 DNA 甚麼 DNA是甚麼 對 對 我想牠的意思不是這樣 牠的意思應該是 牠的父母也是這樣做 所以牠這樣做 不關於DNA 聽起來父母只有一段故事 對 所以我會選A 是嗎 為甚麼父母 因為… 起碼有些事情 我期望牠… 但了解食物呢 了解食物呢 對,了解 洗乾淨它 清潔 洗乾淨它 洗乾淨那個是你 所以我不會選洗乾淨 你腦裡不會… 例如獅子打一隻鹿回來 牠不會去洗鹿才吃 牠會馬上吃 野外動物好像沒有那麼衛生 但會否因為牠的消化系統很差 所以牠真的要浸淋才吃 軟化牠 即是A、B、C、D的可能 對 好,我選軟化牠 我選A 父母 刀姐 真是煩 了解 刀姐有一份 這麼快已經解決 原來是這樣 因為原來Raccoon 碗雄的視覺是非常差 他的感官全是在觸覺 對 所以原來牠的前肘上有很多觸覺神經 然後拿到這些食物 其實洗的時候 最初就知道是甚麼 所以棉花檔不見了 對,不見了 現在很奇怪 很奇怪,很好看的影片 對,網上你們找回來看 好,不找 好,接著 好,剛才阿傑自掘墳墓 這條問題跟墳墓有關係 好… 真的要浸淋得好 好,世界三大墳墓 第一個就是中國秦始皇的墓墓 第二個就是埃及的吉薩金字塔 第三個在哪裡 好,A在日本 B在意大利 C在南非 還是D在印度 有個叫太基靈嗎 太基靈… 就是印度 太基靈是印度 沒錯 Tachmaha Tachmaha 你又說甚麼 Tachmaha就是… Tachmaha就是太基靈 Tachmaha就是太基靈 你說甚麼 真的… 我真的形容你 太基靈 太基靈 你又基到太基 又是靈 Tachmaha Tachmaha 商量之下要給Tachmaha Tachm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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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真的像是這些 但他直接就是印度 這樣的 太基靈就是皇帝建築來 紀念他很愛的飛墓 是 算不算是墳墓呢 算了 放在絲裡面就算了 算… 不過有時候 放在絲裡面叫藏絲 未必叫墳墓 題目是甚麼 三大古墓 世界三大古墓 好 三大古墓 太基靈經常聽的 應該是太基靈 是 Tachmaha 你看到這裡的歷史 最遙遠都是印度 不是,他現在不是遙遠 人家問大 是 出名 沒錯 問題你都未聽清楚 世界三大 三大 三大 你先答吧,Tachmaha Tachmaha Tachmaha Tachmaha選D,印度 我也選印度 好 三個印度 三個印度 對不起,三個都錯了 南非 南非 日本、意大利、南非 我試一試意大利 意大利好像最有關係 日本不像 日本不像 不像 你別玩得那麼激 腰骨也會斷 是幫助腰骨的 不是叫你這樣彈 幸好不是被槍 意大利 意大利 阿杰選意大利 我南非 你是南非人 你選先 其實 無所謂 我們很隨意 不像人類似 三大 意大利 只剩下日本 隨便吧 好 即是三個人選 對 刀仔又有1分 半分 半分 不會切半分 在日本 對 在日本的大阪 就是圖裏面這個 大先靈古墳 不是的 它是整個島嶼 整個島嶼 是女皇帝嗎 不,是男皇帝 好 問完了嗎 好了 到我問了 今天很容易 又說二 其實是個地方 是 全世界都覺得 每人睡覺 起碼要八至九小時 這樣為之標準 哪個地方的人 是睡得最足夠最多 明明好 這個 A 法國 B 紐西蘭 C Belgium 比利時 D 荷蘭 荷蘭最相似 為甚麼 你去過荷蘭嗎 有空去 給你少了嗎 荷蘭去過 這四個地方都有上榜 睡得最多 睡得最多、最足 像不像紐西蘭 就是… 紐西蘭比較悶 對,真的 我聽朋友說去 做農夫摘東西 摘完就七點多 讓人多 對,幾點起床 然後很早下班 然後沒工作 可以睡覺 會否是… 但你看Emily in Paris 她們在法國 都是一搭最正的下班 即是幾點下班 還是五點 五點就五點 她下班,她不是馬上快睡 她們會去派對去玩 紐西蘭很好 那荷蘭會否想 紐西蘭經常都… 要睡覺 其實那裡算起來睡 對嗎 算起來睡 但是… 比利時的冷門 但荷蘭也很放鬆 我們比利時冷門 比利時就很像,因為不太了解 不,當我試了紐西蘭 我也試了紐西蘭 好,三個紐西蘭 三個紐西蘭 三個紐西蘭 我覺得是比利時的 紐西蘭 三個紐西蘭 三個紐西蘭是錯的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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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比利時 都錯 糟糕 荷蘭,回來找到東西 沒有分 荷蘭 法國 那我選荷蘭 荷蘭 荷蘭平均可以睡到八小時零五分鐘 紐西蘭是八個小時零四分 真是 法國八個小時零三分 比利時是八個小時零一分 其實很不准 人家是有一個睡眠囂的世界 荷蘭是不算她睡覺的 扣她回家 看樓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我有個經紀,帶你去看樓 但日本加了一件事 令看樓與別不同 是 這件事是甚麼 A,他們看樓時會模擬地震 模擬地震 B,他會找一些家人 演員假裝家人 讓你看樓時 C,他會模擬火警 看樓時需要地震 D,有些女伴會陪你看樓 最像 這是為何要這樣做 吸引力 吸引D 吸引D 地震是因為日本經常地震 所以他們是模擬地震 如果地震 你應該躲在哪裏 例如最近的逃生出口 在哪裏 教你一次 火警也是 對不起 家人 我想知道 你能問的,不要太老這麼惡劣 火警也是這樣 你是壞 是嗎 快度是否差 不是 他意思是帶你逃生的路線 火警和地震 都是逃生的路線 對,帶了兩種 火警和地震 地震可能躲在桌底 是 但那我… 我覺得如果火警和地震之間選擇 我寧願選擇地震 因為火警好像來到這間屋 立即嘗試火燭怎麼走 很不努力 不是真的燒家屋 但地震是天災 還有兩種 是 怎樣要有人扮家人 有家的感覺 這是地產公司提供的 對 女伴呢 女伴就像女朋友陪你看樓 但他其實是一個人居住 對,例如一個人單身 像我一樣,單身火腦 即是他租屋 你還算單身火腦 即是我租屋時 當事人,我想問 這個地方是哪裡 日本也不是 在哪裡 鄉村地方 還是東京,還是大城市 大阪 大城市 大城市,即是市區 大城市 但市區就不會是家人辦 我覺得 你以為如果鄉村賣家獨立奧 外賣家人 你爺爺要問問 那些 如果大城市 女伴是否太直接 日本人會做 是嗎?你覺得很直接嗎 我覺得是陪人唱歌 地震夠直接 因為日本經常地震 是嗎 我不知道 不要挑戰她太多 又要我先回答 對,你先回答 遊戲規則是這樣 鄭小姐 你有分辨 你這個只是個別地產公司 當然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不是 好像有些花神 但是這樣 你去看樓 未必是男士 可能我都要租樓 我是女人 就當你是lesbian 你給一個女伴侶 你給一個伴侶 我沒用 這樣說,當然是看著顧客 如果顧客跟你說 不值得賣幾元 你帶她去看半生嗎 真的不會這樣 以經紀來說 是不是真的合理 這件事 你想選誰 對 為何這樣問 我在想想選誰 你好像不想選女伴 我就是想選女伴 你想選女伴 你想選哪樣 我想選有演員 有演員 扮家人 有演員扮家人 為甚麼 你讓她說一下 你不要欺負別人經常輸 別人又沒有話語權 你不要欺負別人 其實我覺得她 是借一點說出來的 我們兩個都沒有說過 你不要欺負別人 整天都欺負爸爸 對 為何是家人 因為日本很多時候 都是自己一個人去住 他們缺乏家庭的溫亂 所以她就放在這裡 給你 那些鬼子進去的時候 入到家 那不是更慘嗎 你看完 你也是一個人歡迎進去 可能鼓勵她 原來幫家人一起住 你知道日本的家庭可以很小 是,我知道 即是400呎 又有老婆、又有老公、又有子女 然後又有媽媽 那會否是… 沒有,是看樓的時候 熱鬧一點 就是給點意見 真的好像爸爸媽媽在那裡 好,那你先選吧 我選女伴 我選女伴 你選女伴 我選女伴 不是那麼直接吧 這是她自己心目中想的 我選演員 演員… 兩女伴一演員,是嗎 是… 根本就沒死,阿德成 真厲害 無敵 女伴 為甚麼呢 因為她想給我感覺 她的單身寡樓會租樓 真的 令她會租樓 如果有個人很溫暖地陪你看樓 就像一個女朋友 或者老婆去選這層樓 剛才說了 我們猜中了 我們會說一點 但有趣的地方是 她其實收費差不多 例如秋勇 我當是幾十個巴仙 她的這些都是幾十個巴仙 一樣 不過可能都用東西陪你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日日放鬆 即刻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